有港區人大代表認為張榮順所說的某些勢力 是指香港反對派以及外國勢力威脅國家安全 而泛民就認為張榮順是用不存在的偽命題來恐嚇港人 行政會議成員兼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鄭耀堂表示 張榮順口中想奪取香港管治權的勢力就是反對派 又認為外部勢力一直存在在香港 實際上香港成為一個國際的情報中心 很多各方面的力量都是透過香港這方面 去搜集各方面的情報包括對中國的情報 我相信這件事很多人都會知道這件事 但很多人都不去很直接說這些話 所以北京政府現在講這個題目 要考慮到國家的安全問題 而泛民飯博會召集人梁家傑認為 連英國官員都說過 可以在人大八三一框架下討論政改 顯示香港根本不存在所謂的外部勢力 你是用這些語帶恐嚇而是用虛假 不存在的偽命題來繼續嚇香港人 你應該知道這種恐嚇是絕不能臭效的 他認為張榮順等人的說法 顯示中央政府並不打算根據一國兩制承諾辦事 更加難以令港人接受政改代注先 無線電視記者陳少豪報導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華 我沒有議題 你也沒想到